疫情當前 不管是人民幣或美金 統統多了一層隔離程序 貴的就是讓民眾用得安心 每天都要用到的紙鈔 其實上頭滿是細菌 有研究指出 一美元抄券上 細菌數超過3000種 消費前至少轉手22次 央行對基層的金融機構的紙鈔 消毒工作有沒有定下SOP 還有實際上有沒有在做 每天都在做 民眾還是要多洗手就好 洗手真的很重要 看央行發行局上 國會直接表演如何洗手 堅持消毒與否根本不重要 那還有民眾聽信偏方 為了消毒竟然上演燒錢 但台灣不用這麼辛苦 央行標準SOP 銀行收到紙鈔後 就會在台銀金庫待滿4天 其中4存銷毀 另外6成回到民眾手中 已經超過1個月 根據德國研究 新冠病毒指張上的存活時間 只有5天 民眾根本不用擔心 大規模社區傳染的 有一些物品 或甚至常用的鈔票之類的話 的確會有感染這樣的一個風險 但是台灣其實現在沒有 所謂的大規模社區感染的一個現象 所以其實不用過度太擔心 不約而通 央行與醫師建議與其消毒紙鈔 勤洗手才是智本 至於歡迎回到秋天台北採訪報導